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费用更低 也不会被嘲讽干扰还能附带战场 当然当回合发动的时候也能不给对面反应时间 不过缺点也是有的 主要是失去了解烈色之一元的能力 反正用法拿与撕咬相近不再多说了 然后是瓦王 从技能来看是当之无愧的卢石最超标卡 但是用的人一直不读 归根结底的原因是瓦王不太适合传统豪战 豪战是善于防守后发制人的卡组 瓦王的位置就比较尴尬了 所以我们为了配合瓦王的特效 也尽量少的使用了战口随从 更多的是王语 嘲讽等技能随从 另外这套卡组使用了奴隶战的过牌引擎战斗怒火 因此过牌能力要远强于传统土豪战 最后就是灾星霍格了 七六六的身材以及技能完美的羽战士契合 尽可将图腾报告换为无数火墙 不是 小墙 退可单刷双子皇帝还留了儿子 老霍格单防死亡之意已经成为一段创期 而黑霍格单防二十功克索恩 更是将名流轻视 算是填补了蓬蓬的空位吧 然后在打法和思路上 所有的队区棋手还是棋手找小护制 以及各种各样的敌费随从 后手才留化血为能 除此之外 大家还可以分为几个思路 那就是在对阵快攻时 要起手留化血为能 助甲师 凶暴猿猴和猛击 而在对抗中速卡组时 留暴乱狂战士 暴虐实施鬼 助甲师 猛击 凶暴猿猴 在对阵控制卡组时 则是要留苦痛 战斗怒火和斩杀 这套牌主要是依靠建立场面优势来评推对面 监工小猴子小血蹄 都是能够前期建立场面优势的优质生物 后期的瓦王更是能够依托恩的大哥 至于对抗快攻和兵法师 用助甲师能刷到金两多的护甲 让对面感到绝望 在对阵控制型卡组时 我们要利用战斗怒火 在不爆牌的前提下 尽量过到更多的牌 靠卡插和场面插迅速建立优势 即使不能平推 也让对面窥卡结场 乱交解牌 一旦断掉就可以推掉对方了 而在流行卡组的应对上 首先我们打所有的猎人都是优势的 因为猎人的随从血量都比较低 这套牌经常很多 打起来会很轻松 而火妖法也是优势 在早期摸到武器的时候 基本上就完了 火妖法类似于偏慢速 而且更看脸的动物猿 守顺的时候控场能力 和后期翻盘能力比动物猿更强一点 所以不要因为瞬间的优势就轻敌 时刻准备好可以对付火妖的手段 而兵法也是优势 助甲师不要裸上 上场就配合旋风斩刷夹 手牌务必留一张斩杀 和一个触发手段给大法师 而动物猿也是优势 咱们主要关注一下随同 这版本的动物猿反场能力很差 而且以一血生物为主 所以每个旋风斩都可以尽量多转 能省就省 斩杀不必刻意留 夜缘黑铁这种该斩就斩 能斩斩海巨人那就更好了 而且现在带两张武器打个的 已经很少了 霍格的表现也很重要 上场要尽量配合一费法术造强 对方飞刀配合的好 那就能够单刷 然后宇宙术也是优势 不管是传统宇宙术 还是克斯文宇宙术 前期场面都是比较弱的 但是解牌比较充裕 所以在过牌上一定要防止断怪 后期思路打法也跟防战一样 一波中期生物品AOE 瓦王再来一波 侯爹娜可以留着投机 牧师则是小优势 暴乱狂战士是对着牧师的关键牌 牧师早期很弱 你可以轻松得到场面优势 但是要注意提防奥金迷环 奴隶战则则是军事了 我们很难清理奴隶主 但是在有场面优势之后 还是可以用随从很轻易 吃掉奴隶主蛋 然后王宇棋 咱们则是大猎 王宇乃其实完全没法打 中期生物质量不低 还有男女城管强力单减 两张平体群减 奶量巨大难以投机 后期还有恩佐斯拉起弗里女王 这都很难处理 碰到一两个可以休息一会 然后再拍 然后骑骑贼也是军事 打贼如果骑手有一张斩杀 那么可以留一张 因为你能不能解掉对面大贩 对中后期的发展影响很大的 这版本的贼几乎没有AOE能力 所以中期开始要不断的扑怪 尽可能的扑 尽量让血量压力在贼那边 骑骑贼只有两个爆发点 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大贩 还有一个是尤格 或者是火车王能血 哎呀好像三个 反正注意好这三个点就行 理由好对付盗墓匪贼的手段 保持场面压力 尽量能在盗贼下加激三的时候 把他打到斩杀血量 然后萨满也是军士 得在骑手有小斧从那才好打 而且四费前得保留 至少一张斩杀来应对477 保持小怪不贪 大怪不断的原则 萨满的过牌是很成问题的 利用我们充裕的过牌 转化为场面优势 那就能赢了 最后克苏恩德是军士 得把斩杀留给7费以上的随从 因为高强实在是太多了 防好横扫 铺好中期生物 那就能拖住德的节奏了 然后其他克苏恩体系的卡组 都是军士 最后在卡组微调上 可以多打一把小虎之力 来提高上手率 避免前期拿不到武器的尴尬 而如果没有女王 也可以选择凯恩血迪 或者目标诺孙德 再新霍格也可以是自己的喜好 换成马尔考洛克 监工也可以换成第二张化血维农 那么好了 本期网王站的教学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想练习更多关于 炉石风暴魔术 和守望先锋 可以关注下一个的微博 微信以及有个空间哦 好了 我要接着去赶炉石神色的稿子来 看在我如此如此的情分的份上 给我点个赞吧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